我们是合约结婚的 陆薄言 你整天和那个卖内衣的胖女孩 苏继安在一起打打闹闹的 难不成你真想和她做朋友啊 没有 没人喜欢跟胖女孩做朋友 原来陆薄言之前都在逗她 当然了 谁愿意和一个家里卖内衣的胖丫头做朋友啊 苏继安 苏继安 你怎么还总是 女孩的胖身 小师傅 女孩的胖身 听着女孩的胖身 我听到我的胖身 全都在 生命中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合约锦王 早就告诉你不要以身试险 杜怪你 贪图陆薄言的美色 不不不 陆总一定是有苦衷的 再说陆总这么优秀的男人 是跟男人也有阴阴阴 对 我们要和他们做竞争 竞争个屁了 简安 从今天起 我们要严格旅行约定 和陆薄言保持安全距离 再自学烦恼了 色彩 我的身边消了你喜不习惯 要怎样才反转上眼不离散 看来我这个顾问当得还不错 陆总 难道看见你这么开心啊 对了 永安市的行程安排得如何了 机票酒店以及各方会议都安排好了 为期五天 我可以多加一个人吗 都订好了 谁啊 是我啊 谁啊 是我 都订好了 我我好了 你在这儿 你别跟别人一天 你还对你去吗 着什么 出了 我 这很难 影响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个环境说不定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好吗 陆总 您的衣服我给您收拾好了 陆总 您是不是什么事惹陆太太生气了 没有啊 白天她明明还好好的呢 我知道了 这女孩子呀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情绪低落 正常的 徐伯 家里有没有生姜和红糖啊 有啊 有 一直备着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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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